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一时搞机 一时爽 一直搞机 一直爽 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手机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前几天听蛋糕老哥说iPhone12市场有货了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二手批发市场的iPhone12价格到底香不香 先帮粉丝把昨天测好的机子发货一下 然后直接上四楼看一下iPhone12 找了几圈确实有看到几家开始卖iPhone12的 小五现在手上拿的这台就是iPhone12卡贴机 不过12跟新机倒是没有太多差价 也就少了600多 12pro256g的差价倒是挺多的 真正比官网少了接近3000 这个差价就香香了啊 兄弟们 海军兰这个颜色确实挺好看的 可以看到直角边框的设计s4的处理器 然后就是5g网络了 听说5g网络下载东西只要几秒钟就能下载好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2pro256g卡贴机市场拿货价的话差不多也是在7000出头 这台国航xs max64g黑色是通常老铁叫小五帮忙带彩的 老铁说也是关注了我有一段时间觉得小五比较靠谱 挑机子比较严 也是直接全款安排让我帮忙找 有合适的机子测机完没问题 他再过来拿 国航的手机最近是越来越不好找符合小五个人标准的机子 这台小五也是找了好几个小时才算找到这台电池效力91外观成色99星的 仔细检查了一下屏幕是不是原装的 看一下数据有没有暗病 没有的话我也是先入手了等其他带回家再测机 随后我们也是返回飞扬哪一台小八每绑无锁64g金色的 这台是山东粉丝叫小五帮忙带彩的 老铁说这台是拿来给自己女朋友当备用机用的 所以小五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一台 虽然电池效率只有90的 但是外观橙色都达到99星的标准了 可以看到屏幕边框很整齐 也没有换过盖板的痕迹 再看下分序视频有没有暗病 屏幕也是没有放缓老化的现象 拿来当备用机使用一个三五年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受苹果十二三四影响 现在连小八重的老机型的都开始掉价了 橙色一般的 现在的拿货架也是在1200左右 相比之前的拿货架也是整整少了50多 然后再帮一位青海的粉丝拿一台小七32句的 老铁说自己手机挂着两个微信要一直切换来切换去太麻烦了 也是叫小五帮忙带踩一台性价比比较高的 由于老铁预算也是比较有限 我们也只能说尽量给粉丝找电池效率高的 不过这种机型的现在要找成员的也是非常难了 最后跟粉丝商量了一下 拿了这台仅换过电池 其他功能都一切正常的苹果732g金色的 虽然橙色一般般 但是机子状态非常好 分析与改进里面也没有出现过硬盘问题跟重启问题 小五也是直接先入手其他等带回家再测试 然后跟粉丝汇报一下就差不多要结束一天的淘机日常了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华强北二手机行情的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